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36节 在这个今天的福音当中是一个很可爱的故事 就是耶稣在水面上步行 话说这些徒儿们划了船在这个水中 也看到水面上一个人走过来 谁呢 他们的吓坏以为是妖怪 可是呢 他们都在那么惊讶的时候 耶稣说 放心吧 是我 别害怕 不害怕的 那当他们一认出来是耶稣之后呢 大家都平安了 而这个时候呢 非常的有趣 这个我们就知道耶稣的大弟子就是伯多禄 这个人是非常的血气方刚的 非常的帅直的一个渔夫 他就说 主啊 如果是你的话 就让我也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吧 你看他什么都想要尝先 那耶稣就说 来啊 来吧 来吧 好 伯多禄就非常的勇猛的 就跨出船去 就走在水上 刚刚开始的时候走得非常的好 可是走了不一会儿之后呢 他说 哎呀 开始疑惑了 我怎么走在水上呢 而当他一疑惑之后 他就沉下去了 就赶快呼求 耶稣啊 救我啊 救我啊 要祂的师父来救他 那耶稣呢就消耗了训诫的台顿 他说 哎呀 这个小信德的人呢 你为什么要怀疑呢 所以非常的有意思 当他信的时候 没有关系 我就走在水面上 完全没有任何的困难 可是当他一开始怀疑的时候 好 事情就变了样子了 所以非常有意思 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事件的发生 其实是提醒我们 信德 信赖上主 信赖耶稣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让我想起 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个小故事 我每天早上一来办公室 都有一个 查一查我的这个email信件的一个习惯 因为怕有一些急的公事要来处理 所以说到一个朋友寄来的一个叫做清晨的一个powerpoint 那这个powerpoint呢 你打开的时候 它上面就写了一句话 他说 请你不要用手动 因为通常有powerpoint 你家我们收到很多嘛 每天 那来着有的时候 你会自己一直要你往下点 可是这个告诉我 请你不要手动 可是呢 我就不信邪 按照我以前的习惯 就是点了进去 因为我发现 怎么搞的这四张图片 虽然很漂亮 可是我相信应该不止如此 好 我就再试一次 而这一次呢 我就乖乖听他的话 不要手动 就让他自然的放 哇 你知道吗 我看到了什么 他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从曙光出炸的时候开始 很美丽的音乐 配上那个影片 慢慢的亮 慢慢的亮 然后呢 影片再换到在一个河边 怎么样的那种小物从河上慢慢的散开 然后再换到 再换到了一个牧场去 好 在栅栏当中怎么样的那个小色出头 我就明白 听指令是很重要的 他告诉你不要手动 你就信任他 你不要手动 那么你才可以信任到完整的清晨的美景 这就让我想到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福音了 我们是不是真的常常是把自己放下信任上主呢 还是我们常常要做老大 我做我生命之主 我只听我自己的呢 那今天的这个清晨的powerpoint 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 所以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也把我们自己交在上主的手中 让我们对上主 对耶稣赋予我们十足的信任吧 亲爱的朋友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